腰放松 静下来 腰移动 咱们整个的人体 一定是牵引发而动全身 所以你腰的这个主动的启动 给它十足的关注 腰放松 然后肋骨你感觉到牵动没有 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 改变已经开始了 所以你的肋骨会有 九分的牵动 因为它离腰最近 再往下沉 肋骨给到十 肋骨下沉胸感觉到变化没有 已经发生了 胸又感觉到 百分之九十的下沉 好 再把注意力移动到你的胸上 呼 呼 往上 往你的末梢上去传导 腰是哪儿 轴心 轴心动 往里收 折叠进来 理解 好 流头吗 流头吗 好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 大家来回答 那比如说 我要沉下来提沉的时候 我的这个脑袋 要流 还是不要流 看我啊 看我 对 咱们今天这个非常好 今天学习的状态非常好 大家都在这个玩细节 很有意思 好 看我我做两种啊 第一种是沉腰强调头留住 然后呢最后 末梢最后落下来 强调末梢去留 看我啊 腰是起头对不对 头顶是末梢 是尾巴 对不对 好 腰沉末梢去留 这样 去留 然后末梢最后还得收回来 是不是这样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春姐姐不着急 咱们先来看这个啊 先来看这个 末梢到底留不留 好 第二种是 我刚才跟你讲的 腰是正确的发力的位置 沉腰 肋骨 胸 肩 紧 头 注意这个时候 我没有强调 留末梢 为什么 因为腰沉 肋骨会下来 不是说沉腰 肋骨就不动 有的朋友说沉腰 肋骨不动 那怎么会这样呢 你的脊柱难道不是连贯的吗 我刚才跟你讲了 你不能是搭积木 对不对 腰单独一咕噜 肋骨单独一咕噜 肩胸一咕噜 脖子一咕噜 那你跳舞不是 啃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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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除非你要popping 你要机械舞 对不对 你想模拟一个数字 数字人 未来人 AI人 那你可以 啃咔 啃咔 一个一个 一个顿挫 对 跳舞能不能那么跳 不能 除非是特殊要求 我就跳脸偶人 一咕噜一咕噜 那可以 如果你跳的不是小那扎 脸偶人 那就不能那么跳 对 所以你要流动性 腰沉了 肋骨要动 肋骨动了 胸要带 胸下沉的时候 头还流吗 一流 那你的身体原本的结构呢 你没有顺势而动 我们要顺应自然 对不对 咱们中国人讲道法自然 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的哲学 至于佛教 基督教 这些其他的很多外来的文化 包括西域的文化 这个是很多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 慢慢的融入到 咱们这个华夏的文化当中 但是咱们往 咱们中国人最原本的 那个根上去找的话 我们要追求一种 道法自然